马腾到底想出了什么妙计 居然让韩岁如此推崇 话说曹操家封马腾为前将军 还送了一万弹军粮和千体绸缎 让马腾率领西梁军南下讨伐孙权 赵书传到西梁 马腾急招众人商议对策 韩岁率先表示 绝对不能按曹操说的去做 万一在他们讨伐孙权时 曹操突然发兵西梁 他们的根据地就要丢了 而马超更是一眼看穿曹操的心思 这是曹操的奸计 父亲如果奉命 郑重其迹 如不奉命 曹操便会指责父亲抗拒朝廷 携天子之名率军西征 而想 不如借曹操令我南下之机 尽弃三军杀相关中 先去长安再战许昌 马超出声牛都不怕虎 旁边的马带却提出反对意见 曹操阴险狡诈 肯定早有防范 马腾如果率军南下 恐怕半路就会被曹操埋伏 马腾在听取众人意见后 沉思良久 终于做出决定 众人一听大惊失色 纷纷劝阻马腾 十万大军都不是曹操对手 区区五千兵马简直是去送死 可马腾却有自己的考虑 他拿出朝廷诏书给众人分析 在诏书上曹操只赏赐了马腾 对韩岁却只字未提 马腾判断出曹操是想挑拨离剑 这也不是曹操第一次这么干 之前就一直想让西凉军内乱 只是马腾韩岁轻如兄弟 才没有让曹操得逞 现在马腾觉得机会来了 他要将计就计 假装和韩岁反目成仇 然后带领五千残兵投降曹操 谎称被韩岁和马超联手打败 希望曹操能借给他一些兵马 祝他重夺西凉 此时曹操是必信无疑啊 我进了城以后 给予内应联络 趁夜攻进城举 抢占相府杀掉曹操 占据皇宫 不得不说 马腾不愧是能和曹操 掰手腕的选手 这样的计谋 确实令人防不胜防 老兄弟韩岁佩服的五体投地 当场拍案叫绝 在他看来别说是曹操 就是曹操 诸葛亮和周瑜 三个做一起 也绝对看不破马腾的计划 此时的马腾豪气冲天 想他们马是一门世代忠良 先祖福波将军曾留下一言 好男儿当死于边野 以马阁果施害 只要能除掉国贼曹操 马腾但愿付出这条老命 马超还是心疼父亲 当场跪倒在地 请命代替马腾刺杀曹操 马腾却摇头表示 自己才是曹操的心腹大患 马超去了根本没用 这十仗中 西凉武将 纷纷跪地请命 想跟随马腾一起前往许昌 马腾却担心被曹操识破 最终决定只带马带和马铁随行 在临行前马腾留下遗嘱 如果自己不幸身亡 西凉大军就由韩岁掌管 至此计划已定 马腾率领五千兵马 踏上了刺杀曹操的征程